那還要再跟各位報告之前 其實就已經公布的 譬如說像這個 東區的民眾黨的李國章議員 他擔任了易消的副總隊長 那西區的民眾黨的議員落選人 施淑婷現在是他旁邊的發言人 那北區的議員落選人蔡文勝呢 據說要進入農產運銷公司 那南區的就是這位許登奇 他現在進入了消防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高宏安市長人事佈局 其實除了台灣民眾黨這些 看起來就已經這麼多位了 還有很多是國民黨的 他就是陸陸續續的 一波一波的人事公布都把它移進去 那就像剛剛提到的 其實用人事市長的權限 但是我們要睜大眼睛來去檢視的就是說 這些人進去市政府之後 他們到底表現的如何 在國際展演中心這個廢圖 因為高宏安自從上台之後 他就一直不斷的拋出 所謂的新竹有很多大秘寶 棒球場是一個 廢土有好幾處 廢土包含了這個什麼 國際展演中心也有啊 南寮也有啊 還有到一下子就是今天哪裡挖到什麼 一下子第二天哪裡挖到什麼 所以其實對於大家 新竹市民來講會覺得 怎麼會好像你好 小蜜蜂嗡嗡嗡嗡啊 整天嗡嗡嗡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然後挖到個東西 就把它當成寶一樣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啊 其實這個國際展演中心的廢土 他是在投錢西盤的一個都市規劃 是在許民財市長任內 通過的 要把它都市變更作為國際展演中心 那實際上的工程開始 是在林志堅市長任內 所以在林志堅市長任內之後 因為前朝已經決定了都更之後 要做國際展演中心 所以正式開挖工程 開挖的時候才發現 下面可能就有一些廢棄物 那到底是誰買的 誰買的 你說誰誰誰買的 他們現在是把他抹成林志堅就對了 沒有錯 但事實上其實是那個啊 至少是許民財之前的這個任內的時候 像我覺得我自己也深受其害啦 因為我好像也變成了 之前也抹黑我啊 說我也是倒廢棄土的其中一個 所以我在這邊一定是就事實講話 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越野沒有證據顯示 可是是許民財市長到的啦 也沒有證據顯示 可是是在許民財市長的任內 通過這個案子而已 那現在挖出來廢棄土 要解決嘛對不對 不是說你第一個看到之後 就說這誰到的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 全部都拉到他頭上 而是說你現在擔任市長之後 這個土可能是很久以前了 不可考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民國七八十年代 那個時候的環保法規 還有廢棄法 還沒有那麼的嚴格 所以很多其實山坡地爛墾啊 或是亂倒啊 或者在河床啊 其實很多都有這樣的事情 已經不可考了 但是你做一個父母官 你發現這種事情之後 我覺得不論是民財也好 或者是市長也好 只要是政治工作者 都應該要很嚴肅的來 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歷史貢業 留下來的 我們的土地 應該要把它清理乾淨 你要怎麼做 你現在發現了 你不是第一個反應是把它推給別人 而是老百姓想看到的是說 你發現了 那你要怎麼做啊 那林志堅市長任內 沒有做完 現在工程要繼續 那你要怎麼做啊 可是他沒有 應該是沒有安什麼好心吧 反正怎麼做 就是賴給林志堅 他好像都不用講他要怎麼做 其實他最重要的是 要跟大家報告 他要怎麼做 那這些廢棄物就他 他有沒有去調查 去了解 到底有多少 那像南寮也是 只要某某人 隨便說那裡有到了一個廢棄物 他就說那裡也是 而經過查證之後 根本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個是另外一個工程 要去填土來重新造景 像這些細節也可以顯示說 高鴻鞍確實是一個空降的市長 他在到新竹選舉之前 對新竹市完全不了解 所以他對於在地的脈絡 極度缺乏認識 只要在地人都知道的 普通的常識 他不知道 所以他才會隨便挖到一個垃圾 挖到一根電線 就把他當成是新竹大祕寶 我們都知道說那些地方 可能以前就有一些什麼不乾淨長期下來的 可能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們要處理 可是他把它當成 哇 今天的大報 證據啊 對啊 非常嚴重啊 這個是很缺乏這個新竹的歷史的認識 然後很片面的斷裂式的 那外地人的視角 來正好 怎麼看出高鴻鞍這一番的手法 會不會挖到最後 其實挖到 其實是過去國民黨的爛帳 不是因為高鴻現在沒有想管是挖到誰嗎 就要是挖到國民黨爛帳 跟高鴻也沒關係啊 你懂什麼 我覺得高鴻在處理這一系列的事情 我覺得很清楚 他就是要政治處理這些事情 他沒有想處理把整個問題解決嗎 我舉例譬如以新竹棒球場來說 最好的市場如果以市民為優先是什麼 趕快開挖嘛 有問題馬上重鋪 沒問題 那就趕快改上改上 中邊改上完 然後呢 那棒球場是不是起來沒細唱了 就一根電線幾顆石頭 那又把它繼續挖 不是他也有可能說譬如我一個月挖一個磚塊 下個月再挖一個什麼 他就在玩這種就是政治手段 其實最簡單就是說 現在我聽到所有民進黨說趕快挖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對不對 挖出來有 誰有問題可怕抓誰 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當然沒有他慢慢挖 慢慢挖嘛 他在臨遲嘛 他在玩政治嘛 對 可是我要講喔 這種東西當然我們都 大家對政治都很了解 短期他對民進黨很傷 甚至對民進黨來說未來選總統都會有效益 可是問題是長期來說 消費過頭市民會反撲嘛 譬如說大巨蛋的例子 你短期譬如說半年一年 柯文哲當然把大巨蛋罵得很爽啊 對不對 五大閉案 後來發現沒閉案 變五大案 變五大虎爛 到最後呢 今年選舉的時候 所有台北市民都有感覺啊 月選 大巨蛋開始封頂了 然後那個粉紅色綠色那個磁磚開始貼上去了 要完工了 柯文哲受重傷了嗎 所以光環在玩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第一個 他沒有要做市政的處理 也沒有要處理政策 他處理政治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時間拉長了 對他自己不見得有利 第二件事 假設他繼續挖 挖到今年六月份好了 民眾可能覺得你夠了吧 你在挖到什麼時候 你三月可能可以消費一波 你到底要不要當市長 六月還在挖 搞古隊的嗎 但是我覺得我要提醒民進黨 這節奏不能掌握在高環身上 對 民進黨的新竹市議會黨的 當然顏偉姐現在不在市議會對不對 轉述一下 民進黨自己去辦會堪 自己要挖 不行啦 現在又不是民進黨執政 高環會拒絕對不對 拒絕是你不敢挖 你想要拖 你為什麼民進黨要出招了 這東西發球權在誰上很重要嗎 你總不能就在吃吃的等 等高環是什麼時候挖 元宵節挖一個 兒童節挖一個 民進黨市議員要出招喔 是不是 主動辦理會堪 對 那個時候國民黨大巨大的時候 國民黨市議員就自己辦理會堪 進了大巨大裡面有烏龜嘛 還沒叫水池裡面有烏龜 還生鏽嘛 就把柯偉姐罵一頓啊 搞什麼東西啊 不要維護啊 就是民進黨要出招 主動去挖 坦白講因為這東西跟論文很像 如果你是寫過沒辦法改 說有埋就有埋 埋了你沒辦法拖 他埋了也是工程單位要去改善啊 常通不如短透啦 趕快把它揭露 然後怎樣該怎樣 否則會影響到2024年的選舉 坦白講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的新竹 是因為黨團主動出擊 該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很重要 的確來一中 所以我們就說嘛 剛才提到啦 剛才繼續挖 挖到6月7月8月 挖到最後 恐怕新竹市民會受不了 你放心他一定會挖一整年 他保證挖到2024年 每個月挖一個 他那個很扯你知道 他挖到那個電線纜跟那個磚頭 然後他用那個塑膠袋 把它包起來又送剪掉 一般我們用塑膠袋包起來 是兇刀啦 這個兇槍那個才會把它包起來 剪掉應該會傻眼 送一個電線跟一個石頭 所以他那個完全就是政治動作 因為如果你說你認為有B案 或有些驗收什麼不確實 那應該是要有那些相關的文件 你應該整理好這些相關的文件 你現在期間屋裡最大 公務局文件都在裡面 你把那個檔案送好以後再送 第一個你還有陣風 你新竹市還有陣風 然後陣風調查完以後 再把它移送到剪掉 正常的SOP是這樣 結果不是啊 他就把塑膠袋包起來 然後把石頭跟電線送到剪掉 所以那個動作 我跟剪掉拿到後 你扔出說 你花一台銷頭還有一台電線 你要查什麼 那就是政治動作 所以你相信我 他絕對是每個月就是定期挖 但問題是來囉 挖歸挖 可是我就一個新竹市民的角度 我還是希望我的新竹市 是一個建設的城市 不是一個整天挖挖挖 那變成 現在大家 我問你什麼問題就好 那本球場就是要開嘛 去年沒有開嘛 好 我有買票 我也沒進去 那就是因為我剛好買到第三場 就是被取消那一場 但是今年呢 你還是要這樣子搞的話 如果今年也不用你去 他可能不使用 剛才說 放球場驗收完成 沒有時間表 那也就是說 今年也不用去 進去不用看了 對 不用看了 所以我現在說的重點就是 你現在已經是市長的人 你現在不是民代 你不是說這樣幾天這樣 你現在要處理 你讓我們新竹市民 知道要說 就問你本球場就是要好 那大家如果說 你再多挖個幾個地方 一次就 其實一般是這樣子 你比我一次開挖 15個 30個 如果真的還有挖到的話 那就是全面開挖 那全面開挖 案子結束以後 那就是把它鋪回去 對 重點是新竹市民要的是 你就是放球場的好 對 那現在它就不是 你看這個最好的就是這個 剛剛那個 我們看那個圖上這個 就是那個展演中心那個 那個案子是去年 前年2021年挖出來 500噸大廢圖 結果媒體拿來 就是說 新竹市挖到 你這剩下的 第一 可以100% 確定不是林之間 任內做的是因為 那是林之間去挖的 所以那個賣 不可能是林之間 不是林之間去埋的 這有點嘗試也知道 結果高安第一時間 聽到消息以後說 鄉進這不是個案 對 他也不管 他就是你啊 所以我說這種東西 我現在在意的事情是 你已經不是一個 你是名單 你現在跟我講說 展演中心你什麼時候可以搞定 然後棒球場 你什麼時候搞定 對 還有其他的這些新竹的建設 你不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他沒辦法處理 他也沒辦法代表 你看他塞進來這些人 這不是 廣告牌裡面這些人 有什麼專長 我好奇說 你說這三個 他們除了選舉落選以外 他們有什麼專長 就是來領薪水 包括他的發言人 選舉除了落選以外 他有什麼專長 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專長 他們的專長是落選 所以來講 他現在的市政府 就是照顧這些落選的團隊 然後反正就是每天這樣搞 那至於新竹市 所以果然 也會跟他講一句話 他果然不是我們在地 對他來講 他這個外人來新竹 就是把你的新竹挖挖挖挖挖 然後作為他的政治資本 去掩蓋他在 立法院不法的這些事情 那至於看到我們這些老新竹 我們也是老新竹 四十年的老新竹人 就問一件事就好 那你可以為我們這個新竹 是帶來什麼好處 或是帶來什麼願景 新竹人這麼的包容 新竹人不會因為說 你是外地人 就說我們不投你 我們給你最高票 但是看起來到目前 你好像並不打算把我們新竹市 帶來一個更好的未來 對 見民哥 所以我們看 與其讓高漢再慢慢挖一整年 他還不如 民進黨的新竹市議員 可能要主動出擊 真的就去會堪 然後就去開挖 我真的覺得應該是新竹市 這八位議員應該要更多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很主動去 發表訊息 因為新竹市 還算是能夠訊息出來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很多訊息 還是沒有辦法讓全台灣知道 我講個簡單 剛剛提到那個官埔區 是投給高漢最多人 那我請問一下官埔區的人 你們當然第一個 你們現在已經被剝奪了 因為同個金圓廠 住在竹北的就有六千塊 好 那你是同一個區長 你住在官埔 新竹市 官埔 好 一樣繳這麼多地價稅 你就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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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麼簡單 選錯了市長 答案就是不一樣 好 我要說一下 我並非因為 有多振一萬兩千塊 覺得比較好 而是說 我是說這是一種 你一種 剝奪感 對 剝奪感 那我們說這個錢一定是 每一年我們的固定都會 就是捐贈 好 回來我剛才說的重點 事情是高漢 那我請問一下 你知道官埔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最在乎什麼東西 就是在那個美式賣場前面 因為會將主賽 那個塞起來 真的是塞到你天荒地老 所以當地人 所以當地都認為說 那個地方要蓋個高架橋 所以沈慧弘也說了 他如果當選了這個市長的話 第一個先處理就是 就是在光埔 就是我們說那個美式賣場 前面那條路 他一定要解決這問題 所以這是 官埔選你市長最重要的事情 結果沒有 你把全任最爛的那個 許民財市長的小孩 送去市府 人家會請問 許民財為什麼弱選 許民財最大的力量就是 你去了南寮出不來 大家印象很深刻 因為許民財只能辦個活動 大家去南寮 進去容易 回來到凌晨還出不來 好 那這就是許民財 所以他後來弱選的 那問題是 你把許民財小孩子送去市府 那你就知道了 你就是跟舊官僚要勾在一起 那你為什麼要跟舊官僚在一起 是不是跟官埔二旗有關係呢 是不是這些都市重新計畫 你要重新再炒這個土地的利益 我不知道 這高雯你要回答我 因為這個是明顯就是舊潮 但我覺得你真的很丟臉 你怎麼敢去領獎 特別是你去領獎的時候 裡面有個龍山國小 那為什麼特別提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這一次都在罵 他們官埔國小說 沒有操場 一蓋蓋好幾億 你知道嗎 龍山國小的設計師 就是官埔國小設計師 而且這個設計 就是他們講的大祕寶 對 他們講的大祕寶 那你既然講官埔國小有什麼祕寶 那你怎麼敢去領獎 高雯你怎麼敢領 你怎麼有這個連領 我真的很佩服高雯的臉 他的臉皮基本上 可能用原子彈打不了我 我想試試看 因為龍山國小的設計師 就是官埔國小設計師 龍山國小得獎 然後你說官埔國小叫做大祕寶 他們說為什麼這個學校沒有操場 因為他是針對中低高年級 各種運動不同的生態 設計出不同的遊戲環境 所以他認為大操場的BOC比較低 他說像低年級的喜歡遊戲 所以他們直接學校 你能想像 學校班級旁邊就有個公共區域 小朋友不用跑到操場 因為小朋友小嘛 你叫他出來 他們就設計一個公共區域 讓這個小朋友來玩 所以整個設計非常複雜 是符合那個地方的區域 而且你知道嗎 設計到什麼程度 我們知道新竹風很多 他設計到風吹到校園的時候 風都會變成 就因為他設計的關係 風都變得很溫暖 請問一下高鴻安 你真的跟高家瑜一樣 你怎麼敢去領這個獎 當你從總統領到獎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們所罵的 這個學校的設計師 是你現在領獎的 同一個設計師嗎 各位要站在高鴻安的立場想 他不會有心在新竹市政 他有心的只是他官司方面的保平安 他要怎麼保平安 他最大的那個魔障就是貪污安 對 他其實念之在之的 只有這件事情 第一個他不應該被 他不要被抓進去關 然後他能夠對抗什麼 他厚制他的聲量 用他的聲量用來一方面 轉移輿論的焦點 二方面製造聲量 好像他在挖什麼 真的有大秘寶一樣 用這種所謂的揭蔽的 大家想像中的那樣的名氣 來對抗 甚至來給司法壓力 對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定是挖挖挖 而且他從頭到尾 他如果有心新竹市政的話 請問一下 他會找一個完全不懂新竹市的 外地的高檢的檢察官 來當他的副市長 如果他真的被抓進去了 是副市長代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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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